叫大姐干什么不好你让她跳舞 大姐她什么身材你让她跳舞 你想干什么我还不知道 哎呀大姐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愿意跟大姐夫待在一块吗 这就是为了显得我帅 啊一个意思 你挑不离间你 我什么挑不离间 我什么挑不离间 大姐千万别听小米丽子 哎呀还你还跳 不是大姐啊你长成你这样就不容易了 你还你还跳舞 街坊邻居不得笑话呀 那丢的是咱家的人呐 啊跳舞你就跳吧 你还跳天鹅 有你这么肥的天鹅吗 哎呀我的天哪 大姐你要真是天鹅 癞蛤蟆都不知道从哪下嘴 怎么说话呢 爸来了 说什么啊你 不是爸你看看吧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看什么我看有什么好 我看有什么好 我看有什么好 没事 你没洋相呢 没有没有没有 大姐没出洋相啊 不愿大姐这事 这事就愿小米丽子 怎么 小米丽子教大姐跳舞 你说这 你看看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爸都生气了 啊 大姐 你听我一句话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不用跟谁比 爸妈把小米丽子生出来 那天生就是跳舞材料 天生就这小身段 天生小男孩就喜欢 哎 爸妈把二米丽生下来 天生就是要嫁给我 天生就要跟着我享食的 爸妈把你生出来 咱家总得有个做饭的吧 对不对大姐 李大姐就是给你做饭的啊 开玩笑 对 大姐 你不光做饭 你还得洗衣裳 你还得做家务 你给我往那边咕噜出 不是 我就劝劝你 大姐 来来来 你过来来 不是 爸 你不让我咕噜走吗 你知道李大姐 为什么要跳这个舞吗 疯了呗 疯了 大姐 这就叫疯了 不是 他为什么呀 他这是 你大姐这么些年 不一时在照顾咱家那个老邻居 那个赵大娘吗 赵大娘我知道 那个赵大娘前两天跟我说了 说他看你大姐 一天到晚忙这个忙那个 忙这个忙那个 唯独他自己没有快乐 赵大娘就想出个主意来 就说他想啊 看你大姐跳舞 目的就是想让他快乐起来 我大姐天天在家做饭 我发现他挺快乐的呀 你吃的挺快乐 爸呀 你说人家一个外人都能这么关心他 你说你 你自己家人你怎么就不能给他点自信的 我知道 我爱我大姐呀 停 哎呀 行行行 老王大哥 你看他是像有病那样吗 你这个体格比我这脏熬豆好大有病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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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哦 就是 不是 不是能是有病吗 是啊 有病能这样吗 你看你那里的分头 对不对 不是 这不是这样有病啊 对 我要是有病 那马路牙子都能缺该 就是 你你刚才那个样子 你还精神有病 你这么有病啊 你精神才有病 你问号 看 是有个问号 对 还有个问号 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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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知道 据我多年的经验啊 我跟你说 这个问号 什么意思 它就是有一问 废话 不算 你没听通 我说这个问号 有两个可能 第一 你根本没有病 第二 你的病非常严重 大哥 要严重 能严重到啥程度 妹子 她这个病是在飞上的 啊 飞啊 嗯 哎呀 我告诉你 你看 她的飞 在这 你的飞也在这 鬼话 这个 她这个飞啊 是关串区的 对 来 洗 呼 他要一有病呢 卡住了 那不憋死了吗 没听说憋死了 这哪是憋死了 这是你给掐死了 没事 哎呦我 她说的对 如果我要是小病 大夫给我检查完了 开点药让我回家一吃 不就完事了吗 对呀 她没给我拍药 那我就是治不好 那活的了 哎 不不不对 不对 我跟他在这 哎 老范 不对 你看 她这后边还有个感叹号呢 对 还有个感叹号 你这个感叹号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哎 有病的话 说的是你再有病的话 嗯 画个感叹号 你就得住院 嗯 她没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啊 你看啊 对不对 咱分析分析啊 我这个肺子这有影 嗯 在乎确定不了我有病没病 对 所以她画了个问号 对 她没留我住院呢 对呀 直接让我回家了 是 就说我没病 哎 我也画了个感叹号 哎 老头子 太聪明了 有才 后边还有撒点 啊 还有撒点 那么多事 这撒点 撒点 撒点 撒个点是那个什么 省略号吧 哎 省略 省略 省略了 哎 哎 你俩有卡子去来 怎么了这是 省略号是不是应该留个点 对呀 大夫给我点撒点说明什么 什么 说明我的生命只有别人的一半 都撒个点 基本可以省略了 哦 哎呀 我什么 你省略什么 哎呀 我真叫你 你说你有点病 就这样 瞎就把自己给吓死了 我跟你说 有病不要紧 咱得有个心态去对待他 对 对不对 你想想 哎 在年轻的时候 你是这样吗 凤花正茂的时候 咱俩 那事就在跟前 哎 哎 你咋本上这损出干嘛去了 这是 哎 二姑父 啊 我从小美丽出生的医院 到她的大学校园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捞了一圈 我好像你睡病了 去体检去了 你啥简呢 要想爱一个人 你必须了解他 哦 那你了解他了吗 了解了 我知道小米丽为啥不喜欢我了 为啥 为啥 差距啊 出生就有差距 怎么呢 他是在市医院生的 啊 我是在现卫生所生的 最大的差距 就是文化 怎么呢 我18岁那年 摇该逛 他已经把大学上了 所以我穿着这身 到他的大学校园 体验了一把生活 你可别再瞎白乎了 就你这初上 人大学校园里 人保安让你进呢 二姑父 我这不是跟你吹 我一进门 保安上赶子跟我打招呼 怎么说的 猫林 我说不用 猫我自己能找到 你进来 什么事 你赶紧 你来干啥了 你知道不 你刚才不过打电话了吗 给我吧 啥玩意儿呢 你行了吧 别瞒了 你二姑都知道了 快点一人一半 给我 哦 想起来了 什么意思 中你讲了 哦 明白了 你是让我拿这玩意儿 抽你是不 不是不是 二姑父 你听我跟你说 二姑 你坐 你可可赶紧给我解释 不中奖了吗 一人一半吗 可咋的 二姑父 啊 是这么回事 啊 咱俩不是中一万块钱吗 啊 假如咱俩去大学校园 看见有温暖校园 安心一脉活动 你先不先安心 我先呢 你买不买东西 哦 买东西 我得跟你二姑商量 买不买 应该买 买 这不跟你买回来了吗 抓上试试 合适不 哦 咋的 一万块钱买条腰带 不是一万块钱一条 是五千块钱一条 咋的 一万块钱买两条腰带 买两条腰带干啥 你俩换着渣 还是配情侣呀 二姑急啥眼呢 我没买 我有 我也有啊 不是 二姑你咋没明白呢 明白啥呀 咱俩不是中一万块钱吗 对呀 假如 咱俩去校园 看见温暖校园 安心一脉活动 你先不先安心 我先呢 买不买东西 哦 买东西 我得跟你二姑商量 你们不让提 你咋提呢呀 我不是故意的 巧合嘛 好 巧合 没事 咱们再找一首啊 不许提钱了啊 都不提啊 不提不提 有了 谁呢 还提 还提 不听音乐了 行不行 对 不听了 不提了 哎呀 落点什么呢 哎 她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 对呀 那不少点爱听歌曲不就完了吗 早就 对 哎小切 听点爱情歌曲 然后 你自然而然 就能说出 藏在内心当中 很久的三个字 赔点钱 不用说那话 告诉你别说钱 别说钱的 你烦人表白 表白懂不懂 来 好想认识 从上背自寂 我好啊 上辈子就认识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含蓄 在此刻 我要告诉你 白老表白了 没有钱你会帮我吗 哎呀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吧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谈笑风争 钱有啥用 钱丢了 咱们再去挣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是不是又商丢了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 它总是出其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 又得到了 对不对 咋的包围 你什么颜色 人能看不见吗 哎呦我的妈呀 啥智商啊 你得问包里边有啥 我问你 你在包里是不是有个银行卡 是不是还有个金项链 对啊 哎呦我妈答对了 答对了 你脑子上门别住了 你啥智商啊你 你都告诉人家了 你还不如我呢你 真是 我问 好 这位女同志 你这包里除了银行卡 银行链还有啥呀 钱呢 我这包里有好多钱呢 除了钱还有啥呀 还有啥 哎呀我给你提个醒吧 还有啥呀 潮总啊 打对了 给 谢谢大姐啊 哎呀你看看 我这包还得重金筹谢呀 哎呀不用不用重金 哎呀薄薄的就行 哈哈哈哈 大哥拿着 哎呦好好好 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是啥呢 那我应该做的呀 你还拿人钱干啥呀 他是应该的呀 那不行 我跟你说 大妹子 把你的钱收好 我跟你说啊 你的东西丢了还给你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 大哥呀 哎呀 你看刚才因为我儿子 我对你们那样事儿的 他们对我还这样事儿的 他这事儿 他咋闹的这样事儿呢 我跟你说啊 大妹子 其实啊 你爱动物 喜欢动物 这没错 非常正常 动物啊 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欢笑 给我们带来了爱 这不是好事儿吗 对对对 但是呢 你要通过你的行为 应该让更多的人 通过你去更好地喜欢动物 不能因为你看到动物以后 就变成这样事儿 那样事儿 这就不行 是不是 对吧 咱们既然把规矩定了 咱们就得遵守 要是都不遵守这个规矩 那这规矩定了还有啥用啊 大哥呀 哎 你说的 哎呀 哎呦 我说大妹子 你现在这个态度就很和谐 你得给你儿子做个榜样 对 妈是儿子的第一任老师啊 对 嗯 行了大妹子 没啥事儿你去忙吧 哎 哎 哎 不行 你们都对我这样审的了 那我得到你们超市消费呀 不是 哎 哎 不能带进去 儿子 哎 大哥 哎 这样 你帮我抱一下 不是我抱你儿子行吗 行啊 那行 你放心吧 我一定用充满父爱 来抱他 我一定不能让他认贼做父 来来来 儿子 在爸爸怀里好好待着 哎呦 真怪 好好抱给你儿子吧 没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吧 我是真没想到 我大姐夫 中年妇女和宠物的杀手 去 我跟你说师父 说句实话 你今天这事做的满满的正能量 你让我寡木香肃然起佩服的无体头 好不容易夸我一回还夸一半 说明你还有继续努力啊 行 我跟你说 我就是咱小区正义的化身 儿子 哎呀 真好 真乖呀 你看看 这孩子在他爸爸怀里 他真乖呀 来来来 儿子 来来来 妈妈抱 哎呦 我想妈妈了 哎呀 真乖呀 那 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 好 那我走了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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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走啊 哎 儿子 来 跟爸爸说再见 再见 哎呀 哎呀 你这这多和谐啊 赵刚子 我求你个事呗 啥 以后你执行公务的时候 能不能不把你自己搭上 哎呀 大姐啊 你就习惯习惯吧 就我大姐夫这傻样 早晚把自个儿搭出去 瞎急故啥呢 以后也见不着面了 见不着了 怎么能见着面呢 妈呀 还得见一次面 你的包 所以你这孩子有点毛病 他都说跟警察走了 你怎么还嬉皮小脸的呢 他这不随便吗 你不都这样吗 什么呀 什么 人一上脸立功了 干啥呢 这些又什么人改造 什么的了 怎么回事 立功是怎么回事啊 人家警察说了 有一个小偷 正在咱们27号楼行嵌的 都已经得手了 然后得坐电梯下来吗 正好就卡在电梯那了 停电了吗 然后 就上了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那电梯里血痒 我给爹玩玩去了 最后打电话自首了 哎呀 这挺好啊 这不是现实版的贼喊多贼吧 对啊 乌鱼男朋友 他还帮警察抓了个贼 啊 这属于建议勇为 还得给奖励啊 啊 你什么 什么 警察 低调啊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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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知道吗 行了 大姐说你赶紧去 等于警察让你去一趟 让我去干啥呀 抓你呗 让你去干啥 网 网 干啥呀 人家说了 这个小偷呢 是网上悬赏通缉的罪犯 人家警察说 要奖励这个 拉电闸 然后堵小偷 这个人三千块钱 但是必须得领导去 你不得去一趟吗 哦 那行了 让我去一趟吗 不用 叫警察你太忙 这个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哎呀 你别去了 我告诉你啊 小鱼 公是公过是过 明白不 是 你抓了小偷了 你立了公了 但是你擅自去动电闸 这事还是你的错 哎呀 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 原谅他一回得了 所以啊 虽然他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但是他出发点是好的 对 虽然把我弄成了大侠 但是我觉得这个错误 是可以原谅的 你看看 你看看 王叔 还有一枝梅 还有咱老丈人 什么咱老丈人 有你 什么事啊 你这 你这我也不讲 这说这意思 你看几个也都跟我说 说话呢 你能不能开通面 小鱼啊 以后啊 你可得注意 这人哪 得知道什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 你说你也没动过电 万一把你电脑砸整 以后一定要注意啊 那我那钱 我给你领去 三千 回头我呢 到时候给你两千五 大姐们 啥时候学这样呢 怎么还会吃回扣了呢 啥呀 我问你 你们把衣服晾哪了 嗯 嗯 什么样啊 是不是晾到窗户外 把它搭了个简一晾一下 谁让你们根本干呢 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 不能在窗户外边 搭那个晾衣 这样晾东西 万一咔嚓掉下来 把人砸着 咋整 大姐们 看好了行不行 咱家这是一楼 一楼 一楼也不行啊 一楼 咋的滑滑草草 也不好嘛 再说 二楼要跟一楼学呢 三楼跟二楼学 一直学到十五楼 那多危险呢 还有 这楼建的多漂亮 啊 这往外边搭这个搭大个 乱七八糟 搭搭鱼 一看 都以为贴上马赛克了呢 这这么说 这个错误挺严重啊 太严重了 我得批评他们 不是 你能不能把批评 他俩这活儿让给我 为啥 他俩刚才训我半天了 你让我报报仇 可以 小米莲你过来 呀说你了 没事你乱晾什么椅 你说 你洗的衣服 有他的吗 有 你 站起来 你看着吧 一说那俩眼睛就翻了翻了 你双眼皮啊 还有你 你说就绝个大嘴 你低包天啊 这活儿挺过瘾的 说 你们洗那个衣服 还有谁的 你的 爸 归队吧 你往里脸给我刷个屁股 爸呀 别我这一说您 您就巴拉巴拉 眨眼 怎么的 双眼皮啊 别我还没说 你们就绝嘴 怎么的 低包天啊 不是 大姐 你今儿吃香药了 是吧 你回家逮谁说谁啊 怎么的了 我俩不就洗个衣服吗 不就晾了几件爸的衣服怎么了 还晾了爸的几件衣服怎么了 爸的一件衣服 顶上别人家一条床背了 就爸的衣服要从楼上掉下来 不砸死人 也得把谁埋了 干啥去啊爸 我收背去 好 好 这是错错改 这就是对的 除了晾那个爸的衣服以外 还晾啥了 没 就几件小件 啥小件啊 就还有几条丝袜 那能惹啥货是咋的 就是 哎呀我的妈呀 丝袜还不惹货 丝袜还不惹货 啊 夫子约 不怕事不大 就怕亮丝袜 哪个夫子约的啊 哪个夫子 大姐夫 这瞎鱼 你俩做好了 你不怪我今天给你们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再三跟你们说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的事情你们一定要严格遵守 我是物业副经理 我自己都不遵守 我还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对不对 咱不得从自身做起吗 是不是 你就这事 我跟你说 一会儿咱们物业的田经理就得批评我 就得跟我发脾气你知道吗 那咋的 他还能追咱家来批评你啊